好 我們來看一下 鋼筆書法 第21堂 我們開始 基本的字型會越來越複雜 我也直接 跟這個基本字型有什麼比較簡單的字 我們就直接組合在一起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一堂我們要講 金 金呢 這邊有一個曲線 然後這一撇 注意這蝦筆這裡 要一個壓的感覺 然後這裡要一個裝飾 這個裝飾很重要 我們之前有稍微介紹過 然後整個字的平衡度 斜度 這個要正重要 而且 字畫不要太呆板 要一點輕重 一個弧度 我們再寫一遍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這個輕重要盡量把它做出來 來 裝飾 然後 右上 好 這是比較正楷的方法 那 如果有時候要寫快一點 我們這個 裝飾就省力 直接往下 一個直畫 也有 像這樣子 直接往下 然後但是 還是要一點輕重 比較好 然後如果都直畫不好 所以 有直畫要配一個弧度的 比較好看 然後有時候呢 會寫快一點 或者 把它壓扁 這個字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壓扁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 小小的 當然 看要組合 這個筋 跟很多字可以組合 如果說 像新舊的心在旁邊 然後就適合比較長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有時候這樣也很好看 好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連筆了 連筆會連得更厲害 全部都連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 一 二 三 連筆 勾 這樣子 這個就更順暢 當然 排列組合有很多種 甚至這一個 不要用撇的 用橫畫的也有 也行 甚至要這樣弧度也可以 很多種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排列的一種模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美工筆的寫法 就可以讓前置感更明顯了 漸漸的 可能不一定 每一次都要用兩種筆 反正看久了就知道 反正大家就挑你喜歡的 方法都一樣 只是粗細 強弱不同而已 好 我們來 因為這個紙非常的薄 一定要這樣壓著 不然就會 沒辦法做出很細緻的變化 好 這都只是壓著 這次 好 首先呢 這是比較 正楷的寫法 再來 我們直接寫這邊 金 輕重 開始加進來了 重 輕 加一點弧度進來 可以看到這明顯的層次感 差很多 好 更快一點 這樣 好 想要這種 帥性一點 拉長一點 好 我們比 現在寫比它更誇張 比剛剛那個更誇張 可以拉得很長 好 這有時候 在寫行錯的時候 欸 那種氣脈上會很好 好 這個 這樣 也可以 好 這樣子做 也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 這個字的組合 像符 符頭的符 就下面有一個金 我們直接用美工筆就好了 不用換來換去 來 看 首先呢 這裡要一個難處 就是 這兩點 然後這一個 要寫得很 楷書 要寫得非常的穩定 這是基本能力喔 如果 各位朋友 如果有興趣 這個是基本能力 一定要先這個練到 差不多再寫 後面的變化 這是基本能力 好 好 開始我要開始 開始寫快一點 有流動性 流動性 就是很多點 就是這樣子 很多筆畫 就開始 變得比較流暢 好 當然就變化度更大 剛剛那看起來就呆呆的 好 然後呢 剛剛所有的這邊 右邊的組合 都可以套進來 那我就不套那麼多了 然後 好 我們再來看這一個 比如說我這裡 誇張 加這一個 長的 這樣 就可以啦 就可以變化 或者 加一個短的 好 用這個 用最後一個 這個來組合 好 這連續性 然後 直接這樣子 然後 筆畫 直接這樣連續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呢 把基本這個 變化 記熟了 比如說附近的腹 也可以很多種變化 這樣就可以 在創作裡面呢 可以做很多種 排列組合 好 我們這一堂 到這樣就好